HAPPY BIRTHER 謝謝 剛才有沒有很驚喜 非常驚喜 沒想過35歲生日 是在潛行的首映台上 還有劉德華先生 唱了兩句沙發樂給自己 這個真的想不到 也是非常開心 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 都是以身體健康為主 很開心 我想2024年 希望自己可以 好好地面對自己的廢處 可以克服自己不好的一些事情 才可以讓自己再進步 阿生呢? 有什麼樣望? 樣望 跟他一樣 跟他一樣 他抄襲我 是啊 他抄襲我 好 好 好 之後會不會跟其他議員一起借票 會啊 我會 我會 我會代表劉阿生借她那份 我會代表劉阿生借她那份 我會代表 好 好 很開心 再暫時多一句 阿生會不會都想留下一起借票 想留下來一次 就是香港跑的路人 香港的路人 有嗎? 會不會想要留下來 會很想 因為我很喜歡在電影院跟觀眾有交流 剛剛朋友說福利可以數機 他說可以嗎? 他還可以嗎? 他還可以嗎? 他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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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可以 要不要操 立即便可以 每天都要操 有沒有說有什麼標準 標準 標準這些東西是你們有衡量的 是不是 不是幾千萬票網 才會肯定 這裏我哪裏到 我想 我是小朋友 總之便可以 我覺得這部電影 最開心的東西是 大家 階段很大 陣容很厲害 但是 因為上次我們 回到外地去跑路演 那些 就感覺到 其實真的很一家人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難得 劉德華先生 或者是家動哥 他們全部都是 不會有架子 大家一家人 他們都會照顧我們的感受 非常難看 阿瑟這次演華仔的太太 有些感受 和我們一起演戲 有沒有壓力呢? 可以不可以? 完全沒有壓力 因為所有的感受都是非常難忘和幸福的 並且我會永遠記住在拍攝前行這個過程 而且能夠再一次跟華哥還有家動哥 以及彭彥彥 因為我們都是二次合作 包括現在我跟朱仔也是二次合作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很有緣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